新加坡大猛贯赛爆出今天冷门 王曼玉3比2首轮险胜 马林情绪失控大吼 世界第三差点回家 大家好 我是超哥 这一期聊聊国平 说说新加坡大猛贯赛 在今天的正裁开打 国平中将是西数登场 率先出战的是王曼玉 首轮的他迎战印度的阿库拉 结果印度对阿库拉是特殊打法 王曼玉也显得非常不适应 最终三比2赢了 但是打的确实是非常惊险 每局的比分都非常胶着 阿库拉在釜山市民赛团体赛的时候 当时3比0击败了王艺迪 所以说这一场比赛 王曼玉如果说他真要输球 遭一人有了的话 那很有可能世界排名还是排在第三 现在孙英杀和陈梦是排在前二 如果说世界第三的话 奥运门票可能就就此没了 在赢球之后 王曼玉也是这个挥拳怒吼 包括场边的马林 也是这个挥拳庆祝 这个比赛打得是太难了 比赛的赢球之后